说到马来西亚的油气股 不碰股票的观众可能只知道Petronas 不过最近你可能会听闻 世霸动力和他旗下三家子公司 因总债务接近51令吉 被法庭勒令金盘 这是大马高庭史上最大的破产案 给不知道世霸动力的观众科普一下 世霸动力曾经是大马油气的明星股 当他在2017年上市马交所主板不到一年 股价就飙升超过140% 被誉为表现最佳的IPO 之后世霸动力的股价更是一路狂飙 股价曾触及二令吉的巅峰水平 甚至高调宣布 进军中东市场 赞助DataNet数码公司 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一时风光无量 几乎所有券商股行分析员 都看好世霸动力的未来 就连公积金局和大马政府基金 也不惜加码掏出大笔资金投资 成为世霸动力大股东 说到能源股 几乎没有人不对它 竖起大拇子战好 但到了2022年12月 股价居然跌至一仙的历史新低 仅仅过去了6年 世霸动力如何从人人追捧的明星股 沦落成英文不值的废纸 今天 巧夫密码就和大家一起聊聊 世霸动力的陨落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对大马有多重要 它破产倾盘 会对大马形成什么冲击 看到最后 或许能够让你更了解 大马能源股现状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金钱内容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们 想和大家简单一下 世霸动力的背景 世霸动力是一间投资控股公司 主要业务是油气和能源领域 提供技术工程方案 包括营运和维修和工程 采购 施工和调试服务 IT服务 水利发电等 这家公司的灵魂人物 是拿都阿都凯林 他是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一间公司最大的股东 根据官网的资料显示 阿都凯林是沙拉越明都鲁人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 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农民 偶尔兼职教师 不过阿都凯林学业成绩很好 成功取得了大马工艺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 之后凭借着专业 在1988年加入国家石油旗下 东盟明都鲁肥料私人有限公司 担任机械工程师 在项目策划中 他曾协助马来西亚天然气有限公司 担任项目经理 这是一个涉及到燃气轮机的 润滑油氢气气除副剂 和过滤解决方案设备的项目 这些技能在油气相关的工业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累积了一定经验后 他在1993年辞职 成立了世霸动力 起初公司的业务 仅限于小心维修 与保养旋转设备和机械 1997年事情出现了转机 世霸动力成为了国有的 其中一家供应商 之后为了保持业务的竞争能力 他将业务扩大至 转动设备的维护 维修和检修服务 这包括燃气和蒸汽涡轮机 发动机 电机 泵 压缩机和工业风扇 这属于高技能工程领域 一般都由外国公司进行 没有人相信 大麻企业能够提供这么专业的服务 因此当初世霸动力 招揽本地油气领域扣护时 并不成功 公司为了存活 决定走向海外市场 并在2001年获得卡塔尔MRO合约 也是公司获得第一项海外工程 在做出一番成绩后 陆续也接到大麻工程 2004年 公司业务成功扩展至西马 之后 公司采取自己和经济数范围内的协同效应 开始采取小型收购股份的动作 以此扩大业务 将触手伸到整个油气的上下游 世霸动力不断地扩展业务 至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 中东地区和欧洲等等 海外市场占总营业额的60% 而40%则来自大麻 2017年 公司申请主板上市成功 往后市值突破60亿 2020年 阿都卡林更是借此 一举约升为大麻前40名的富翁 身价超过4亿美元 即使2019 2020受疫情影响 它的股价也基本维持在1.5至1.9令吉左右 在事件爆发前 还有许多分析员认为 施霸动力是一支在2021年不能错过的好股 2020年业绩美到没有朋友 那么施霸动力是如何从神仙谷变成仙谷的呢 2021年5月 施霸动力合作已久的外部审计师毕马威 发现2020财年的账目与运营细节有疑点 包括交易来往 运收账款和余额确认 涉及金额达40亿令吉 于是拒绝完成审查 这个新闻引起市场哗然 两家关联公司SCIB与KPOWER也被殃及止于 股价撞错20% 公司的股票更是一时在27日与28日暂停交易 各大投行机构迅速调整目标价 由于双方一直不能达成共识 毕马威就要求公司委派一个独立审计师进行评估 马交所指示 施霸动力委任安有咨询私人有限公司独立审查 由于审计一波三折 2020年的账目是交不上的 管理层只好将残年的截止日期 从每年的12月31日改为6月30日 在此期间 施霸动力已合作7年的毕马威撕破连 撤换了外部审计师 交给了Nexia SSY 这家公司曾在2019年踢爆临时上市公司 伦敦食品公司做假账 施霸动力这一举动似乎也是在告诉投资者 敢把上一家首任上市公司的人请来 就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流转投资者心中的诈骗影响 当时不少人还趁此机会 低价买入 酿成了之后血本无归的悲剧 更精彩的来了 施霸动力在之后起诉安永 没有在审计监督委员会注册 不过专业 就指控安永在未获得施霸动力同意的情况下 向证券监督委员会提供了事实调查更新 他也指控马交所月圈 包括指示该公司 委任独立审查师等 已经爆发了金融疑云 让账目透明 稳住投资者信心才是正常做法 然而当时施霸动力非常投铁 毅然拒绝公开这份独立调查的报告 于是在2021年10月份 施霸动力就被马交所勒令停牌 马交所要求你什么时候公开 就什么时候复牌 这桩案件可是马股最严重的假账疑云 各大投资机构相继抛售这支明星股 在停牌前股价跌至35仙 下错了80% 市值蒸发了约53亿领级 停牌半年后 施霸动力终于披露了独立审计师 安永的事实调查更新文件 于5月9日复牌 交易经理撤销 但同时外部审计师Nexia SSY 也对该公司最新年报发出 无法表示意见声明 马交所也将施霸动力列入PN17 什么是PN17 PN17其实就意味着 是在大马交易所主板上市 并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 导致它在复牌开盘不久后 曾一度跌至12仙 其公司品单施霸动力WA 也一度暴跌71.4%至2000 公司被爆出做假账 那么公司的高层没有受到惩罚吗 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 于2021年12月28日提供施霸动力与4名高管 包括阿杜卡林 赛纳辛 阿兹汗 及会计师与财务副总裁哈菲兹 向大马交易所提供超过60亿令吉的假账 一旦罪程面临大约10年的监警 可奇怪的是 明明都要上法庭了 事情却来了个大反转 2022年4月 总检查署因为收到了失霸动力的成型书 撤销控诉 只被罚1600万就了事了 更巧合的是 证券会高层在这期间 毫无预兆的变天了 刚刚续约3年的证件会主席 拿督赛在意 以及其他三位高层集体离职 主席变成了前副财长 拿督阿旺阿迪 1600万换10年牢狱之斋 妙啊 这么巧合 你相信背后没有内幕吗 根据透视大马的报道 2022年3月 当时的首相伊斯迈沙比利 于3月底参观2020年迪拜时博 马来西亚在这场试博中 有一座专属的马来西亚馆 巧了 失霸动力正是这个马来西亚馆的主要赞助商 因此也收邀出席 之后 今日大马便爆料 当时 阿族卡林以及随行人员 与首相谈了一个多小时 再之后 4月 风向就变了 这里面的巧合 大家可以自己发挥一下想象 或许有人会想 这家公司又不是政府的关联公司 虽然公司破产倒闭常常有 倒霉的也是散户 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可大了 还记得我一开头就说 公积金局和大马政府基金也投资了吗 在Edge Market 披露了失霸动力的最大股东 我们可以看见公积金是第三股东 持股10%以上 事件爆发后 公积金局脱售了9600万股股份 持股权已经低于5% 退出大股东行业 这一系列行为导致阿族卡林等高层 技术逼仓 当时还被人调侃 老板跑路了 这个不重要 我们说回公积金 这一次投资出问题 影响的是每个大马公积金用户 这一次假账风云 身为国家机构 公积金的形式肯定不能像散户一样 我们了解投资一定有风险 但是公积金有没有一定的防范机制 公积金平时究竟怎么运用人民的钱投资 除了这种事 公积金为什么没有问责 有趣的是 新闻再次揭露 事霸动力在2021年综合报告 沙州财政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持有1亿5950万股 和3600万股权政 而沙州政联民机构 明杜鲁发展局 则是第12大股东 持有2100万股 和600万股权政 在事情爆发前 沙拉越政府 每年约可获得 2000多万令吉的股息支付 股份拆分和红利发行 因此 民主行动党全国社青团团长余立文 质问事霸动力股价暴跌 沙拉越的公共资金 究竟蒙受了多少损失 自金融筹文爆发以来 沙拉越政府 是否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措施 来保护沙拉越的利益 沙拉越政府 有什么计划 来弥补公款的巨额损失 在今年1月 贝勒领清盘前 施霸动力赚钱的方式 其实就存在着很高的风险 我们前面说过 施霸动力很喜欢 通过收购来扩大业务 进行资源整合 这的确是收购的好处之一 但很多公司就会利用收购 推高营业额和盈利 制造出公司业务 真的有在成长的假象 公司后续再发出来 越来越漂亮的业务数据 还有更多的利好消息 比如说 施霸动力就曾高调宣布 打造全马首个 可供维护 维修和检修 以及检查 维修和保养 服务的全球卓越中心 提供IT解决方案给国优 还和SHAO ESO洽谈等等 看起来订单拿到手软 投资者对这支股票 越来越有信心 股价持续上涨 就是必然的结果 另外 在事情爆发前 2021年1月份 至今年3月底期间 施霸动力净赚了7亿多令吉 营业额报将近74亿 但是 从藏目中可以发现 因为疫情的原因 冲击了海外的物流网 引发了转账过程中 出现中断 导致了应收账款走高 从2019年12月的12亿令吉 增加至19亿令吉 而一整年的亏损 达到了11亿令吉 因此 施霸动力也提高了库存 从9亿令吉 仗至20亿令吉 以确保业务不会中断 而当时 施霸动力现金储备 截至9月底 只有约3亿令吉 本来账面上就不太好 假账事件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才会沦落到PN17等级 当时为了应付债务 施霸动力提出重组计划 债主将先收回 施霸动力SDG 和施霸动力私人有限公司 所拖欠的15%债务 于而则在2022年底前的 另一项安排方案确定 然而 因为能如期按照重组计划 偿还债务 高庭司法专员 批准落家债权人 勒令负债约51令吉的施霸动力 及其三家子公司清盘 最后 还是那句话 投资 需谨慎 关注财富密码 在积累财富的路上 少走冤枉路 如果这支视频给了你一些启发 记得点赞 分享这支视频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IG MoneyLab.Asia 我们下支影片见